我剛剛講的追蹤功能只侷限在拍照的時候 這個功能比較厲害 但是你在拍影片的時候 追蹤功能就弱還蠻多的 就是你如果追蹤 你晃走之後回來 它不會再回去的 只有在拍照功能的時候 對好移走回來 它才會再繼續追蹤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是這樣子 但是照片跟影片的對焦功能不太一樣 性能不太一樣啊 剛剛這個追蹤功能 這個很厲害的追蹤 只侷限於在拍照模式下面 你在拍影片的模式你也可以追蹤 但是你如果跟丟了再回來 它不會再持續追回原本的目標 但只有照片的模式你追丟了 剛剛那個很厲害的追蹤 剛剛那個很厲害的追蹤 只限定於在拍照模式下面 在拍影片模式也有追蹤功能 但是你如果追追追丟了 它移回來 它是不會再持續追到那個物件上面 它就開始亂飄亂對這樣子 但拍照模式你追丟了回來 它還是會持續追你剛剛那一個畫面 我也不知道 就兩個對焦的感覺不太一樣 對焦的邏輯也稍微有點不太一樣 對焦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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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焦的感覺